Hello 大家好 我是帮你学PS的法庭老师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PS里面动作的实用方法 那动作呢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系列自动化运行的程序 那这一些程序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 不需要一步一步去进行操作 那PS自动就可以给我们完成操作 那这样呢 就可以快速的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例如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图片 那如果我们想对这个图片去施加动作的话 我就可以去选中背景这一个图层 选中之后啊 右侧面板区域 这一个图标就是动作面板的图标 点一下 直接就可以打开动作这一个面板 那当然呢 如果你的PS之前从来没有运行过动作这一个功能的话 那这一个小图标可能是不存在的 那例如我鼠标右击它 就把它给关闭掉 那这时候呢 这个图标就不见了 那此时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按一下键盘的F9键 F9就是动作面板的快捷键 点一下就可以快速打开这一个面板 也可以去使用菜单栏窗口的一个菜单 点击一下 在窗口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动作面板的这一个窗口 点一下 也可以去打开动作面板 进入这一个面板之后啊 这里有一个默认动作的组 点一下 会出现一系列的动作 我们可以选择去使用 那这里的动作呢 都是PS给我们自带的动作 那例如我想去使用木质画框这样一个效果 我就可以选中木质画框的一个动作 下方就有播放的小图标 点一下这里的播放 点击继续 这样呢 我就使用了这一个动作 大家来看 快速它就给我制作出了一个木质画框的效果 右侧涂层面板这里呢 也相应生成了涂层 这些涂层不是我自己去添加的 是PS自动给我执行的操作 那这就是动作 它的使用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动作呢 我们也是可以去进行录制的 如果我想去录制动作的话 我可以去打开动作的一个面板 那在下方有一个加号的小图标 你点一下 这样呢就可以调出新建动作的一个命令 在这里呢 你可以给你的动作去命一个名 也可以去把它放到一个组里 那当然呢 这里的组啊 它只有默认动作的一个组 如果在面板这里 我点击下方 文件夹的小图标去给它添加一个组的话 我把它命名为我的动作 点击确定 那OK 我就添加了一个我的动作的一个动作组 那接下来呢 我点击这里加号的小图标 这里名称 我就不再给它更改了 大家来看 组 我就可以选择为我的动作的一个组 那下方还有功能键 如果我设置功能键的话 这样呢 我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快捷键去调出我录制好的这个动作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设置好之后呢 点击这里的记录 这样呢 这一个动作就开始进行记录了 那下方录制动作的一个小图标 红色的小点就亮起来了 那此时我们就可以对它去做操作了 那针对于这一个图像呢 我先在这一个背景图层的上方去添加一个渐变映射的调整图层 这里的渐变条呢 给它更改为一个由紫色到橙色这样的渐变 点击这里的确定 然后我把它的混合模式呢 更改为柔光 把它的不同明度降的低一些 例如到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就起到了一个调色的效果 在渐变映射这一个调整图层的上方呢 Ctrl Alt Shift E 盖映出一个图层 然后删除下方 渐变映射的这一个图层 选中上方这一个图层 我们去给它扩充一下画布 点击这里的图像 那下方呢 有画布大小 去勾选下方的相对 在它的外侧呢 增加40个像素的数值 颜色就直接给它设置为白色就可以了 点击这里的确定 大家来看 画布 我就扩充完成了 那在它的上方呢 我还想再去给它添加一些文字 就可以去使用文明工具 把它的颜色设置为白色 点击一下 给它输入文字 设于21年6月 点击这里的确定简单 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把它放到这一个部位 那OK 那我觉得这样一个效果可以了 那此时我就可以打开动作的一个面板 在它左侧呢 有一个停止的小图标 点击一下 这样呢 就停止录制了 我所有的操作 大家来看 它就给我录制下来了 在这里呢 它就出现了一个动作一 那这一个动作一呢 是放到我的动作这一个组里 那下次如果我想去使用这一个动作的话 我只需要去点击这里的文件 点击打开 去找到另外一个图片 例如这一个图片 我要去对它施加刚才的操作 找到动作的一个面板 那它在我的动作的一个组里 选中动作一这一个动作 点击一下下方的播放 大家来看 快速 就给我完成了这样一个操作 你可以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之前的 之后的 之前的 之后的 那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这就是动作面板的使用方法 那它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的便捷 合理的去运用动作 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修图的效率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法庭老师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你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帮助大家 从零几十开始一直到精通PS的使用呢 那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